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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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社民党前事务局长彭天高景表示 该发言暴露出麻生缺乏教养愚蠢的本质 下巧不久前 麻生身着黑西装在便利店门前吃雪糕的照片 也被日本网友调侃称是 活生生一个黑社会老流氓的样子 此外 对于日本首相及内阁参拜清国神社问题 麻生还表示 安静的去参拜就行 无需旨在战败日去参拜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泰勇 3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谴责说 麻生的这种发言 显然伤害了很多人 而日本高官的偏激言论不止于此 日本文部科学相夏村博文 对于东亚四国足球赛上 韩国球迷在看台上拉出鹏湖 敦促日本反省历史仪式谴责称 那个国家国民的文化程度受到质疑 然而夏村博文却对日本球迷打出 象征日本军国主义的蓄日升天体 只字未提 好 各位针对以上的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首先来请出我们的驻台新闻观察员 陈彦涵 彦涵你好 时间交给你 汉之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彦涵 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北文室 请到的嘉宾是台湾文化大学教授邱毅 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表示 日本的修宪可以学习纳粹德国的手法 这个也是被日本的一些政坛的人士批评 为是愚蠢和缺乏教养 那么请问一下教授 为什么麻生太郎他自己的这种说法 都会被日本他们政坛自己的一些人士批评呢 当然这跟麻生本人的背景有关 麻生在日本他是有钱人的后代 财阀的后代 他也是政治世家的后代 那么同样的他也是日本皇室的经济 所以他本身是一个集合权 金跟权 所作造出来的一个政治人物 麻生从小就跟着他的家人 就到靖国神社去 所以他从小就是一个日本的军国主义迷 他就是认为日本该回到 所谓的明治为新的时代 那回到了所谓西乡龙盛的时代 他认为日本就应该要回到过去的 那一种军国主义的光荣时代 这是麻生的基本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跟安倍是不谋而合的 安倍跟麻生不就利用民族主义 鼓动所谓的一些所谓的爱国的热潮 要使日本回复过去军国主义的光荣吗 麻生用自己的嘴巴讲出来了 他向往纳粹希特勒的行为嘛 他要学习他嘛 那希特勒的法西斯 不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吗 所以这句话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震撼 据我所知道 他不只是日本国内震撼 美国也震撼了 东南亚的国家也震撼了 韩国也震撼了 也就是所有在二战期间被日本侵略过 被日本殖民过的国家都震撼了 都已经几乎确定 日本的安倍麻生政权 要走的就是右倾 要走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 那么麻生这一次一直在强调 所谓的悄悄和安静 他说要悄悄改变日本的宪法 对于参拜禁国神社 他也说安静的去就可以了 您对他这种表态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表态非常的恶劣 因为大家本来在讨论说 春季的时候要不要去禁国神社参拜 你记得那时候麻生在的阁员 还有168个国会的议员 浩浩荡荡的就到禁国神社去参拜了 好那安倍不敢去 但是安倍送了祭品 好那现在又来谈说8月15号 是日本的战败日 要不要去禁国神社呢 所以才会引起了这样的问题吗 安倍你要不要去 安倍到现在为止不给一个答案 那麻生呢是说他一定会去 那麻生现在提的说法更过分了 他意思说什么 他意思说到禁国神社里面 去拜祭这些为战争而阵亡的 这些所谓的亡灵 对他们表示谢意跟敬意 是理所当然的 是政治人物该做的 而且他认为 不见得要8月15号去 不见得要春季去 他认为随时都可以去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暗渡陈昌的意思 悄悄的去 静静的去 不要大张旗鼓的去 但是说法是什么 就是说所有的日本政治人物 都要常常到静国神社败鬼 要不分季节 都要常常去败鬼 这说法更严重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安倍在8月15号 日本战败这一天 去参拜静国神社的可能性 有多少呢 我觉得麻生已经 把安倍说了答案了 8月15号安倍不会去 安倍折中祭品 但是安倍会在别的时间里去 你若媒体关心 你们去逮吧 安倍不见得哪一天 每一天都可以去 那日前的韩国球迷 是打出了一个横幅 横幅的内容是要 敦促日本反省这个历史 但是呢 对于韩国球迷这种行为 日本的这个文部科学大臣 夏孙博文就指责说 韩国的国民文化程度 是令人堪忧的 但是他对于日本的球迷 打出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旗帜 却是只字不提 您对夏孙博文的这种言论 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基本上 他就是认为我大和民族 就是全亚洲最优秀的民族 所以当时不是讲 我侵略你 叫做我要施行大东亚共农圈 我不是侵略你 我来杀你 我是为了救你 我来抢你是为了救你 我来强奸你的妇女 是为了给你制造一个更好的品种 这就是日本人狂妄的想法 那你日本人狂妄这个想法 你看看文部省 他的一个对韩国要求 他们对这个二战里面 所犯的罪行要道歉 他表现的一个态度 就可以知道了 而你现在看日本到处现在都在卖军旗 日本过去在二战时候的军旗 到处都在卖日本在二战时候的军服 这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日本整个的氛围 在安倍跟麻山的带领之下 他的阁源就是骑步走 都在往右起的路上去迈进 你看安倍 安倍有时候有意无意的 例如穿上迷晒服 坐上了装甲车 例如要去坐这个 到航空自卫队去坐飞机的时候 故意选择一个731的飞机 731是什么 731就是日本人在中国去做火体试验 拿中国人做火体试验的最大滔天罪行 当时这些亚洲的国家包含中国 对日本是以德抱怨的 没有要求日本赔款 当时如果要求日本赔款 日本哪有今天呢 可是日本竟然把这样的 大家对他的以德抱怨 他今天用另外一个态度 要求回报这些宁静的国家 好 非常谢谢教授点评 下面先把时间换给福州 韩哲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师带来的观察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各位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不顾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以及中方多次反对 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29号通过决议 声称中国在钓鱼岛周边 及南海威吓和动用武力 此外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 赫伯特卡莱尔也在同一天宣称 美军F35战机的首次海外部署 将选择亚洲 据报道 美国参议院的决议案 由民主党籍外交委员会主席 梅内德斯等议员提交 决议还以今年初日方多次宣扬的 中国军舰对日本舰艇实施 所谓火控雷达照射等事件为例 指出周边海域紧张程度升级 并称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 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参议院的决议还表示 美国认为钓鱼岛处于日本控制之下 这一任时不会因第三方的单方面行动而改变 并称美国将毫不动摇地 根据美日安保条约 应对任何武力攻击 而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卡拉尔说 五角大楼正在努力加强 驻亚洲美军的换防 就像冷战时美军在欧洲一样 F22战斗机有一半都部署在太平洋地区 F35战斗机的首次海外部署也将在亚洲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同样将派往该地区 对此中方强调 美方曾多次表示 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 不会选边战队 希望美方从本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 严心一致 不要发出自相矛盾的错误信号 不做有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日本宣扬所谓火控雷达事件 完全不符合事实 是日本对中国军队的抹黑 而另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执政联盟的公民党党首山口纳新南 29号决定于9月访问美国 这也是日本公民党10年来首次访美 山口希望与美国副总统拜登 及国务卿克里等人举行会谈 宣传公民党可在日本修宪和集体自卫权等问题上 起到的刹车作用 好的各位就以上的话题 我们要带你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 时事评论员红林 红先生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决案 声称所谓中国要改变领土现状 这似乎表达了美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为日本战队 但是美方之前曾经多次表示 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 不会选边战 美国为什么这样前后言行不一呢 实际上在钓鱼岛的问题上 美国一直就是一个问题两张皮 这两张皮分别是 一个就是说在领土问题上 我不选边战 那么就是公开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似乎关于钓鱼岛的问题 那么由中国和日本你去卸上解决 我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持立场 毕竟就是当初 那么尽管说美日的这种思想收受 那么美国交给日本的 也只是说所谓的那种管辖权 那么这是美国公开的这种说法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的就是暗中里 还是支持日本的 包括像这一次美国参议院 所通过的这样一个决议 就是非常关注 所谓中国改变领土现状 等等这样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当钓鱼岛问题一旦激化的时候 美国又会拿出美日安保条约来讲 似乎美日安保条约 那么覆盖的范围 包括钓鱼岛 那么做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对日本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 这里面应该说那么表现出日本 这个美国就是相对圆滑的一面 就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 那么耍一点这样的一个平衡 那么似乎我既可以讨好中国 又让日本赶到 就是说小兄弟 那个别害怕 就是我美国还是支撑你的 那么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 司令卡莱尔 如今是把亚洲比作冷战时期的欧洲 洪先生您认为 这反映出了美国部分人士 怎样的思维模式呢 说实话 卡莱尔的这个表示 这个比喻 就体现出的内心的一个 相对我们说比较阴暗的一面 因为我们知道冷战已经结束了 20个年前已经结束了 今天在亚洲和当时冷战的欧洲 真的很相像吗 完全不一样 那么冷战时期是两个大的阵营 这样的一个对抗 一个对峙 那么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政治现实 那么当时很多的欧洲国家 你都要选边站 但是今天在亚洲 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拿中美关系来讲 不见得我们说 它一定是最好的状态 至少说这种状态 非常的良性 非常的积极 而且中国和美国 两国的两人都打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中美关系 积极地向前去推进 那么中美关系是这样 那么中国和周边 很多亚太国家 我们去看 这关系也是一样 包括和东南亚的国家 尽管说和越南 菲律宾等国 存在着南海领土 这样的一个纠纷 但是整体来讲 中国和周边的国家的这种关系 那么可以说处于非常良性的状态 那么边界的问题 可以说不断的解决之中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美国重返亚太之后 它自然要找理由 因为美国重返亚太 并不是说 它只是积极地 采与这一地区的这种 义务的事务的互动 它是要把自己的军队过来的 包括它海军的力量 到2020年 要60%的海军 部署在亚太地区 它一定要为自己 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调动 找一个理由 我觉得这是卡莱尔说的一个深意 它主要是为美国重返亚太 那么找一些 就是做文章 那么找一些支撑点 好 那么日本公民党党首山口纳 京南计划9月防美 宣传公民党在修宪和集体自卫权 可起到刹车的作用 在安倍获得选举大胜的情况下 公民党作为执政联盟 能否有效地杀住安倍的车 您认为美国对此 又有可能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我们看到 就是在这一次 日本的参议院选举之后 事实上安倍 他所领导的这个自民党 已经同时控制了参议院和众议院 也就是说为他进一步的修宪的努力 包括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等等 确实是创造了这样一个桥点 目前日本的政府 它是由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这样一个联合的政府 但问题是公民党在修宪的问题上 包括我们说实施集体自卫权等等这样的问题上 他和自民党的立场不一样 那么这就意味着 安倍如果说强行的推动修宪的话 那么有可能导致他执政联盟的矛盾 内部的矛盾 那么甚至有可能计划成这样的一个破裂 它会起到一定制约的这样的作用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刹车的作用 但毕竟公民党的那种力量还小 能不能够真正杀住这辆车 不一定 因为我们看到 如果说公民党在自民党的问题上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支持自民党的话 自民党有可能会转而寻找其他政党的支持 你比如说像去年年底 日本众议院选举过程中 异军突起的微信会 那么只会寻找和乔下车包括像老牌的右翼的这种政客 石垣圣太郎 他们这些人的这种支持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日本状态来讲 那么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 在二战期间 日本它也发动了珍珠港突袭 就是对美国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打击 因此可以说 美国心里也在防范着 日本国内这种右翼力量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累积 那么日本究竟向哪个方向去发展 美国心里也不好说 因此我觉得美国更多的是希望利用控制日本 你像去年我们看到安倍 包括之前的野田家宴政府 我们知道他在钓鱼岛的问题上 使中日关系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同时那么和韩国之间 日韩关系也受到很大的伤害 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 事实上使美国的利益 那么某种程度受到了一个损失 就是东亚地区的局势过度紧张 使美国也会觉得很难去处理 因为我觉得对于这个这次公民党 那么对美国这个访问来讲 就是党首的访问来讲 我觉得在美国 他确实他有一部分的工作可以去做 而且这个情况下 美国人他也会认真去听 就是日本国内其他政党这种领袖人物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张 好的 谢谢北京演播室的红林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观察和点评 各位接下来带您进入 名义奶粉下节提示 台媒称国亲合作出现曙光 国民党同意借向 陈雪生与亲民党共组政团 其爆料的真实性有多少 若共组政团失败 亲民党是否面临着泡沫化的危机 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 将会为您带来独家观察 好的各位详细内容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带您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欢迎回来 带您继续来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庆合作出现了曙光 国民党已经同意借降 让合作亲密的五党级民代 陈雪生与亲民党级民代 共组政团 针对此番的爆料 亲民党发言人澄清说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都还没有回台 这根本是外界过度的想象 尽管亲民党方面刻意的低调 但是2014七合一选战已经是逼近了 宋楚瑜即将复出 寻觅适合参选人选的传闻 此时也是不绝于耳 据台湾媒体报道 由于前亲民党民代 林郑二丧失民代资格 导致亲民党团人数不足 所以经过国民党亲民党高层讨论 已经同意将与国民党合作亲密的 五党级民代陈雪生借给亲民党 与高金素媒亲民党民代理同豪陈一杰四人共组政团 但另一方面 亲民党发言人吴坤玉30号主动澄清说 这根本是外界的过度想象 完全没有高层交换的事情 亲民党不可能做人家的投票部队 他强调 就算亲民党没有党团党还在 会维持忠诚反对党的立场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明年七合一选战逼近 蓝绿阵营积极积极展开布局 局营方面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将于8月付出下乡走透透 许密适合参选人选 亲民党内规划 亲合一将先以现实议员为主 以在北中南各地议会成立党团为首要目标 好各位 以上的话题 我们要再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严寒 好的韩哲 那么相关的话题 我们来继续请教邱一教授 教授 现在这个亲民党团停止运作 有可能会停止运作 是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那么这个停止运作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三席明代 他缺了一席 您能帮我们简单介绍来 这个台立法机构 各政团和党团的运作的情况 因为在立法院里面有个内规 这个内规就是说 基本上是由各党团来进行所谓的协商 这个叫做朝野协商 那党团进行协商 那你即使是我是个小党 但是我仍然有一票 我有否决权 那如果说有任何一个小党不同意的话 这个案子就法案就被冻结一个月 所以呢 在朝野协商里面 不管你是大党小党 你都拥有一样的话语权 好 所以成立党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成立党团的门槛是几个人 是三个 你必须党团里面至少有三个立法委员 才可以成立党团 那亲民党呢 这一次正好有一个选出来的林郑恶 那另外呢 还有两位不分区就组成了三人 刚好三个立委吧 就成为了一个党团 亲民党团 所以亲民党团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们在整个立法院的朝野协商里面 就扮演了一个蛮关键的角色 他就话语权了 那亲民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重视跟瞩目 那现在已经有传言说 这个国庆两党的高层已经在做协商了 而且国民党是同意将陈雪生去借给亲民党 您觉得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有多少呢 我认为政治性应该很高 但是国民党可能会提出一个要求 就说亲民党不能再像过去一样 始终站在这个民进党跟台联党的一个同一阵营 那么等于扯国民党的后腿 扯执政党马政府的后腿 这可能是一个基本的要件 但是到目前为止 协商的层级仍然来是在秘书长的层级 也就是说亲民党的秘书长 秦金森跟国民党的秘书长 曾永泉两者之间的协商 还没有上升到党主席之间的协商 所以党主席就是马宋慧了 还没有到那个层级 那么现在秘书长基本的协商 大概我所知道的基本国民党的要求是这个 但是针对这个传言亲民党的这个发言人 吴坤玉就表示说没有这回事 他说这个国亲两党的高层并没有接触 而且他也说不会再当任何人的投票部队 您认为他的这种表述有什么样的看法 当然了 这站在亲民党的发言人 吴坤玉为什么得到宋楚瑜的重用 因为吴坤玉的发言是比较鹰派的 他有时候发言 往常常会有比较over的一个情况 那么会比较过了一点 那么他当然这样的发言 是一贯的发言的态度 一贯发言的一个规律 但是这样的发言 其实是有点违反真实的情况的 因为就陈选生来说 陈选生也希望将来 仍然是跟国民党的意见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将来很多 例如福贸协议 他希望还是跟国民党的意见是一样的 这也就是陈选生为什么正式选举 他原来是亲民党的 他为什么要挂的是无党籍 而不愿意挂亲民党的原因 他的围栏处就在这里 所以陈选生一定会在整个亲民党的党团里面 他会发挥一个这样的功能 他也希望亲民党不要再为反对而反对 希望亲民党能够支持执政者的一些重要的法案 尤其有关两岸之间的法案 是应该要乐见其成 要全力支持的 您觉得如果这一次组政团失败的话 亲民党会不会面临着泡沫化的危机 当然会 如果亲民党没有办法让高金素梅 或跟陈选生顺利加入政团 那么使亲民党团仍然在立法院有一席式空间 我说过了立法院目前的内规 你无法成立党团 就像是过去很威风的 有严金标林炳坤时代的五党联盟 他有党团啊 所以过去有发言权啊 所以过去王金平马英九都很重视五党联盟啊 所以严金标地位才会这么高啊 可是自从严金标进了监狱 然后林炳坤落选了以后 整个五党联盟就逐步成党团了 他就没有话语权了 现在没有人理他们了 所以才会使五党联盟里面高金树梅呢 这个陈选生呢 必须了受各自非 必须各自寻找欺身之处嘛 所以如果亲民党没有办法成为党团的话 那亲民党在立法院就没有话语权 就得不到重视 亲民党当然就走向泡沫化 那么提到亲民党不得不提的 就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了 他在2012年的选举当中是失败了 那么之后也是经历了丧气之痛 可以说是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呢有消息说他这个八月份是要付出了 要计划布局明年的七合一选举 您觉得他在这个台湾政坛的号召力 影响力还有多少呢 基本宋楚瑜先生在台湾政坛的号召力应该是没有了 那基本台湾政坛里面对宋楚瑜先生的评价是 他的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他过度全盟过度算计 所以基本上对宋楚瑜先生的综合评价 使宋楚瑜先生要再起来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而宋楚瑜先生已经七十岁了 所以他要在政坛里面再有一席之地呢 是不容易了 那这也当然是宋楚瑜先生错过 有两次他不该出来的时候他都出来了 一次是在上一次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那么他出来跟郝龙斌 那么去搅足 结果到最后他只得了很低很低的票 那后来有一次呢 就是2012年的时候 他又出来 那么跟马英九要去争 后来选举的结果宋楚瑜先生拿的票也非常的低 所以等于两次的宋楚瑜不该出来选的 两次的宋楚瑜都出来了 如果宋楚瑜现在两次不出来 那么大家到现在对马英九失望的时候 试问台湾的人民想到的是谁 当然是宋楚瑜嘛 所以宋楚瑜自然就会有黄袍加深的可能吧 但是因为宋楚瑜两次都不该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了 所以使得台湾的蓝银的选民现在已经把期望不放在宋楚瑜的身上 这等于把宋楚瑜整个挤压到一个场外去了 非常谢谢教授的分析 先让我们把世界还给福州 韩哲 好的 谢谢来自台北演博士的观察和点评 各位接下来要带大家进入明依奶粉下节提示 台军视频洪仲秋关静币猝死暗言 烧尽一个月今日真结 台军18人被起诉 那内容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带您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欢迎回来带您继续来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台军士兵洪仲秋关静币猝死案延烧季一个月 台军检部门终于在今天争结 共起诉了18名军事官 其中台陆军5岁二旅旅长沈威智和范左线等6人 因为对洪仲秋违规惩罚案不知悔改 招求重刑 另外介护是陈一勋 因为涉嫌制人与死 一样被鉴请从众不量刑 我们马上能进入新的台湾 来关注东南卫视周台记者发回的报告 河江中的他们的有涉及到滥用职权的部分 所以依照刑法第134条呢 要加重法定本刑二分之一 也就是会达到七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提诉书中旅长沈志威副旅长何江中 连长徐信正副连长刘延俊 上市范左线市官长陈一仁 六人共同对部署是以法定种类以外之惩罚 以及妨害自由 台军检要求从重量刑 而罪行最重的则是禁闭室管理室陈一勋 以涉嫌所谓陆海空军刑法 上官届是灵虐军人致死起诉 检方虽未具体求刑 但此罪可处七年以上至无期徒刑 而禁闭室的市长副市长 以及其他八名管理室 也涉及业务过失罪遭到起诉 洪家家属对这个贞结结果跟起诉书都不满意 认为是在重办小兵轻放大关 而罪名也只是灵虐跟妨碍自由 根本就是重重举起 轻轻放下 红重举对姐姐说 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找小兵来顶罪 因为每个小兵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 就算如果真的不能给我们百分之百的真相 至少我希望七八成 我们希望有 也是就是其他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 对就是该父的责任就负 但是如果不该他们的责任的话 我们就是也不要伤害别人的小孩这样 原本律师团一度发出声明 希望能够等到军事审判法修法过后 台军监部门再做提诉 但一切已经来不及 不过今天台立法机构已经开始审查 台军事审判法修正案 修正内容就包括军中领略行为 可由地方司法部门参与调查 有名义代表就表示 修法要加入追诉条款 让红岸及时起诉依旧能够适用 即将走马上任的台防务部门 新任负责人杨念祖今天表示 对于红岸起诉台防务部门不会介入侦办 另外岛内的民众团体呢 还是按照原计划 依然号召在8月3号的时候呢 要走上街头进行游行抗议 看来对于红岸尽管台军检单位 已经是结束侦办 但是引发的话题跟风波 还不会短时间内落幕 我是叶青林 现在台湾 台湾狂犬病疫情持续升温 目前已经是有14例诱欢 确定感染上了狂犬病 台农委会昨天晚上再度召开了记者会 首都证实 日前台东市闯入民宅 咬伤复员的前署 经过5天基因序列比对 发现前署也确定感染上了狂犬病 成为全球首个个案 罕见的前署感染狂犬病 发生在台湾 7月25号送到家卫所检验 为求谨慎做了基因定序 7月30号正式确认就是狂犬病 而当时被咬的妇人 是前署敲到她脚上时 有行为碰触破皮 因此没有打疫苗和免疫球蛋白 那我们在推测 很可能是这个诱欢 染病的诱欢咬到了这个前署 那么前署逃脱了 那在这个闯入民宅之后 让人死亡 专家认为就是狂犬病诱欢咬了前署 才让他染病 因为嘉惠所做的基因序列 和诱欢的相似度超过九成 但比较让人担心的是 尽管专家认为前署不是狂犬病的主要传递者 但万一有大量的狂犬病前署被猫狗吃下肚 也可能让猫狗感染狂犬病 因此台东地区已经加强前署的监测 要看看是不是个案或是已经扩散到前署身上 而7月30号送院的结果还有四只狂犬病诱欢出现在南投 渝池竹山草存和台东市 尽管拉警报的县市没有增加 但南投已经有八个乡镇沦陷最严重 目前我们收容的量大概有增加大概三成左右 从狂犬病发生时来 就是比较多接获的是说民众通报自己家里的狗 就他就不敢或不想饲养人 各地的动物收容所传出有弃养潮 罗伟会也呼吁 目前连流浪狗染狂犬病的案例都没有 民众不要过度反应 好的各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 各位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晚间的收看 如果你想要和我们东南卫视所有的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韩哲 明天晚间 再会